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一旦节消费热 美零售业2011年来最佳 台湾石花叶以南向印度投资 昆山防污水传270家企业遭现产 台股重挫 明年新智上路 屋檐雨遮不再难度冬季 来关心台股 瓶盖三雄今天走着 加上大型全职股大多维持平盘或小跌影 台股盘中失守10500点大关 跌破5日均线 分析指出 明年首季苹果iPhone X恐怕砍弹四成 为了瓶盖股可能有失跌疑虑 而作战行情使大盘出现大幅回倒 面临卖压 呈现弱者横弱 强者横强局面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距离南韩2018平昌冬季奥运还不到8周 官方赞助商韩国电信公司宣布平昌5G村正式节目 为全球首座配备5G网络的科技村 将要参赛选手与全球游客体验新一代的无线网络重新 全球汽车电子市场为纳量 10年内将超过4000亿美元 约12兆元台币 台湾电子大厂光宝今年大动作强劲 明明1月便将首度参加美国CES消费战 官方目前也在高雄 中国华东 墨西哥 欧洲等地扩产投入汽车电子生产 比特币现货价格上周总计崩跌近24% 25月盘中税挫12%到12556.09美元 外资摩根士丹利则警告 比特币的真正价值是零 下个月美国CES展上 中国华为将会向外界宣布 其间智慧手机将和美国的电信营运商联合销售 以合约机形式登陆美国市场 过去华为曾被指控有危害美国资讯安全 路由器 天线等通讯产品被美国公务机关禁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宁报道 海州矽谷智慧城市计划 雷首业者和地方政府一同催生智慧应用 输出国际 更多信息马上回来 业界第一领导品牌 扇腾太阳能源热泵热水器 不用瓦斯燃烧 只要从空气中吸取热能 加上少量电力 就能把水加热 用一度电创造四度电的效能 省电节能高达75% 加热同时还能除湿 冷气 滤镜 以及多用 省钱又环保 善用能源 恒爱地球 扇腾热泵热水器 是您最好的选择 保护灵生物科技 淬炼奇迹 太美丽 全方位焕发美极光彩 太幸福 太神勇 男女私密保养完美组合 静白活严肃 顶级精华路 不含任何防腐剂 化学药剂 并通过SGS安全检验 破解青春密码 对抗肌肤老化 保护灵永远给您 最真实的保养品 欢迎回来 政府力推物联网 AI应用产业发展 澳洲谢股计划执行中心 推动智慧城市应用服务 示范计划 并进行第二期公开证案 要联手业者与地方政府 一同催生智慧应用 输出火迹 高空摇测与卫星互相搭配 透过智慧决策辅助系统 无人机精准投地用药 台湾发展全新农业 价值服务平台 将抢攻东南亚市场 利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可以在一天之内 就可以分析到近2万公顷 我们除了在台湾已经大规模了 在不同的这个主要的农业的县市 来进行做伸展的预估跟管理之外 我们也输出到马来西亚 国发会亚洲矽谷计划执行中心 经济部共同推动 智慧城市期间 应用服务示范计划 进入第二期公开证案 针对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物联网以及自动驾驶领域 邀及物联网企业策略联盟 第一期公开证案中 华硕与经纬航台 分别成功和新竹市台南市合作 将进军国际舞台 希望产业从垂直领域 去建构新的服务模式 华硕也在掌握这个商机 要把国际上领先的方案 借由政府的帮忙 去把它真的做到好 获选业者具备市场营运能力 结合地方场域进行试炼 和获得最高40%补助款 而这项计划 总经费每年8亿元为上限 为期4年 国发会副主委 也是亚洲矽谷执行长邱俊荣表示 台湾要摆脱过劳低行现况 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关键 重点不是在经费上面 而是在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 能够让真正的需求被发掘出来 那希望能够让我们很多 无联网的业者 无论是新创的或者是既有的这个企业 那能够组成大小合起来的联盟 那能够跟地方政府真正的需求合作 相较第一期公开政案计划 本次更加入自动驾驶项目 也代表政府将以自驾AI产业为发展主轴 全球自动驾驶车商机2025年 将达830亿美元规模 也期盼产观学界共同努力 新大街市胡宗汉沈卫彤 台湾台北报道 跟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欧博社 欧洲政府CED2表示 2032年中国经济规模或将超越美国 金融时报 标普500创下完美能够历史记录 总报筹率 原14个月上扬 仅次于1909年 华尔街月报 盛曼节买其强性 创有7年新高 为商店参考年终销售 日本经济新闻 全洋网络直播介绍 日本时尚品牌G1的产品 带动网购越来越增大 全台最大油脂 资料集团第三代董事长 达到全台最大有机生态农场 带你一回他的经营哲学 更多信息马上回来 我的玫瑰金 美丽超锡金 百分百全铝美合金 轻巧坚固超滑顺 高强度铝合金拉杆与护角 人体工学舒适手把 TSA国际海关号码锁 以及最厉害的360度万象飞机轮 还有内装空间超大 好收纳 我的旅行时尚精品 Go easy Go happy Go lucky It is tuning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全台最大油脂 资料集团第三代董事长 洪遥坤 已诚信走过日有风暴 并在民国64年南投中辽 成立农场 进一步转型为有机生态农场 经历921大地震 原本可以饲养10万只弹机 虽然只剩下3万 数量减少 但洪遥坤说 一切都是为了生态 现在就在您直击 由洪遥坤一手所打造的 全台最大综合性的 有机生态农场 一支支撞硕 健康的蛋鸡 吃着新鲜牧草 在宽广农场自由行走 站在群鸡中央 开心看着蛋鸡的养成 他是农场的主人 洪遥坤 也是全台最大油脂 资料集团董事长 他饲养的鸡很不一般 一般的蛋鸡是就是关起来 就是一个龙龙室 他有的是四肢在一起 有的是六肢在一起 那就专门生蛋了 他就是吃完他就吃 吃完就休息这样 他没有像这样可以出来运动 所以当然运动的话 当然就是比较正常 他一些跟人的机能一样 在照蛋的时候就比较 养目就比较好 要吃吗 洪遥坤寻求最天然的牧草 透过续产试验所计转 在农场种出狼尾草台序三号 营养价值比一般牧草还要高 不仅淡鸡 就连农场里的放山鸡和黑猪 也都爱吃这一味 续产试验所发展出来的牧草 它百分之八九的一个蛋白质 就像我们人常常吃纤维的话 它身体会健康 所以我们鸡肉基本上煮的就不会起泡 就猪肉也是一样 开开这个新出鸡啦 从小鸡养起 六周后将围起来的闸门逐一打开 待到沉积后 甚至把厂房都打开 让鸡到处啪啪噪 洪遥坤的牧草鸡 也比一般饲养的还要久 多了25天 肉质也叫Q弹 黑猪也是放牧吃牧草 比一般饲养六个月再多养二到三个月 让油花更均匀 有好饲料好环境 洪遥坤更重视防疫工作 我们这边都不用那种化学的药品 也不用这个农药 所以我们这边算是蛮生态的 我们这个防疫也比较好 就是我们不让一般的人 又不能随便进来 说我们这个地方来 进来是要做很多的消毒工作 换衣服 然后是养猪的话是要洗洗澡再进去这样 生态农场也特别规划教育园区 只要工商团体报名 就有机会可以体验捡鸡蛋的乐趣 为推广社会大众对饲养鸡 猪的正确认知 洪遥坤特别规划教育园区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观察与体验 生态农场规模高达44公顷 在海拔350公尺的秋林地 拥有得天独厚的空气 水质和土壤 在民国67年开始规划 但后来经历过921大地震 让洪遥坤重新省思 农场的定位 他造访多国 看到有机和人道饲养 是未来的趋势 最后决定走有机生态农场 也为农场拿下人道监控 及友善续产的双标章 最主要是我们都很实在地做事情 就是我们的原料 都是很实在地在使用 我们我想我们也不晓得 怎么偷拉 就是这种点 像我们公司的人 竟然是就去教他们 如何诚实实地做事情 所以我们公司基本上 对处理事情 都是秉承一个很沉 然后真的这个态度 学习态度在做 对 麻油鸡跟酒 洪遥坤化身为阿坤师 亲自示范拿手料理麻油鸡 在盈利当道的社会氛围里 洪遥坤坚持从饲料源头 严格扣管 目前有1100头牧草猪 3万只蛋鸡和2万只牧草鸡 都由饲养人员 与兽医组成的专业团队培育 饲养出最优质的肉品和鸡蛋 紧盯细节 就是要为民众健康把关 但你看到明天 12月27号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中国公布11月工业获利 台湾央大公布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经营法社会 竹苗进行第一阶段限税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其林 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із你